整形的夜之春秋 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深深整形诊所的院长 以及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海峡恩惠的前会长 中华海峡两岸整形美容协会的旅事长 我们王笃行王院长 很开心 因为两岸批聊一直是大家很好的议题 不管是在蓝指症、绿指症 因为这个主观属于是人生的问题 尤其是台湾的整形外科、美容外科 已经算是全世界非常TOP的 医生的能力都很好 所以在过往我们长期协助医生 还有自己也到中国这边在推广两岸这个医学的几个外科的交流 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因为这个在两岸其实跟他的那个政治氛围有关系 如果两岸只很和谐的时候 这个推动是好贵的 我记得两千年的时候 美容上的那个社会 就 那边都非常好交流 那我们大概是 就是这样算起来跟二十岁 那一直都在 台湾的医生是我们算这样的飞到手 就飞过去台湾 我们做这种 大概就没人去 那那个时候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也是在海洞上 那时候 刚刚好 那边有那个注射的人 第二个他叫 双铃的胶黄蛋白 刚好在中档中 所以就 就去那边演讲 然后教训 那所以在中档中 大概有好片 但是真正在官方的这个 这个